在宋朝的时候 苏州有一个朱晋士 姓朱的晋士 他从来没有听过佛法 有一天他游虎秋山 苏州的虎秋山的时候 他听佛印法师讲金刚经 佛印法师 讲到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营 如露一如电 因作如是观 四句的时候 他心里很高兴 这非常有道理 我要研究一下金刚经 有一天他五岁的时候 梦见一个公差 压着五个人过去 这个朱晋士 他也跟着一起走了 二里多路 走到一条大街 进入了小巷内 有一户挂着帘子的人家的厨房里 看见一个桶 桶里边有汤 前面五个人都喝了汤 这个朱晋士 他心想我也喝一点吧 这时候公差在边上说 听佛法之人不能赢 啪一惊醒过来了 五岁起来之后 这个梦很怪 随便到街上去散步 突然之间走到个地方 怎么跟我梦中看到的房子 和胡同一模一样 他就照着梦中的地方 慢慢往里面走 敲门进去看看 主人一看 静世来了 慌忙接待 静世问 你家厨房今天什么事情 主人说 我们家厨房 今天生了六只小狗 其中一只是死的 朱晋士听了 吓得汗流一声 自私 如不闻婆把 也投胎去做小狗了 所以你们的意识当中 在梦中 如果你们在逃 被人家追杀 如果你的意识当中 只要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念大悲咒 很快你就醒过来了 那是菩萨的能量 帮助了你们 菩萨说 人生五拙数十年 一日十二时中 一念一动 造作恶业 刹那间 不知凡几大约 一生之中 未数世之业 业欲多则 劫欲生 菩萨告诉我们 人生在五拙二时当中 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一天也就是十二时当中 因为有很多时间 你是睡觉的 你的一个念头 一个动作 你可能造作恶业 萨的之间 你就不知道 是凡人还是圣人 大约在一生当中 你会有素式的业障 你的业越多 你的结就是越生 也就是说 这个诸境是 如果一失足 他投狗了 狗叶满食 又不知 又不知 富伦何物 就是又不知道 投胎了 什么动物了 所以 中国鲁家讲的 一失人生 万劫不复啊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和声 度此生 我们好好的学博 好好的帮助别人 好好的改掉 自己身上的毛病 家和万事心 让社会变得 越来越纯洁 让每个人的心灵 充满的慈悲 对学博人来讲 你的命运 就会改变 你充满绝望的心灵 就会得到希望 所以希望你们用 观世音菩萨慈悲 带来无穷的 智慧和力量 帮助我们 远离灾祸 消灾吉祥 自度度他 救度众生 所以我们 一定要懂得 爱国 一定要懂得 改变命运 一定要做一个 有利于社会的 学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